阿里县消防局捷安分队同仁和宣导预销捷安分队成员 12号上午带领着捷安相立幼儿园全体师生一起来进行消防演练 想让游淑珍表示正确的消防知识要从小就落实 因此每年定情举办演练工作来加强小朋友们的应变能力 同时希望每一位学童都能够成为防灾宣导小兼兵 和家人来分享在学校学习成果 共同来建构安全的家园 捷安相立幼儿园的全体老师小朋友们12号上午大集合 由花联系消防局捷安相分队同仁 及宣导预销捷安分队成员带领着全体师生一起进行各项模拟实际消防演练 厢长游淑珍特别到场关心小朋友们的演练状况 消防防火向下扎根 因为最近的火灾频传 我们相信除了我们大人的教育以外 我们也希望在捷安相托里面 引导孩子来自家的一个学习 刚刚也跟小朋友提到 今天的学习可以带回去之后自己当小老师 跟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共同分享 我相信孩子也是可以承担我们消防的小英雄 小帮手跟小小宣导员回去跟爸爸妈妈分享 我想这个防火的知识概念非常的重要 透过了教育跟教学实际的演练 让孩子能够从座中参与 从座中学习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捷安相立幼儿园在捷安相消防分队协助之下 由园长老师们共同建立了消防编组 并且模拟火灾意外发生时的现场 带着小朋友们来分组演练 项目包括了烟雾式逃生 消防灭火器及消防筛的使用 还有救护后送的程序 小朋友们认真听从老师的指示 有条不问的在各种的火灾模拟现场排队练习 乡长游淑珍呼吁大家 平常就要多学习防灾知识 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多一分防范才可以少一分灾害发生 乡公所也会持续在校园、社区来进行防火安全用电宣导 建立民众正确的预防及应变观念 全民一起来营造更安全的居住环境 介续会节目相报道